哈喽 王华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新书 这个秘密会设与邪恶教派 那最近这个关于邪恶教派的新闻 非常的热闹 在台湾有像一起发光 然后在韩国有 也有那个什么 统一教之类的 在那个影音平台上面 甚至他有一部影集 其实他就是专门去访问 曾经进入这些邪教 后来安全退教 或者是没有安全的退教的人 那才揭露出 他们其实整个教会组织里头 到底用了些什么样的方式 来吸引会众 他们到底又做了些什么事情 可是影集讲的是 二十一世纪的现代 但是所谓的秘密会设 跟邪恶教派 其实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就已经存在人类的历史上 可能人类就是一个群居的动物 那一开始大家就是生活在一起 那主要是人类的分配上面 可能大家就会共同合作 然后一起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那可是就是后来就渐渐的演变出来 有些人他可能非常需要其他人 来自其他人的那种情感性支援 然后又加上他对于宗教 对于一种心灵寄托的渴求 因此就渐渐也出现了 某些有特定目的的人 利用这样子的心 利用这样子的情绪 这样子的那个态度 然后渐渐演变成 就是没有那么纯粹的一种信仰方式 然后像这个作者呢 其实他就把整个历史中曾经出现 然后到现在依然存在的 不同的秘密集会跟教派 那他主要是分成五大类型来说 那第一种是末日邪教 那第二种是自杀邪教 然后另外还有杀人邪教 作者也讨论了远古邪教 那另外当然是大家更关心的是 现代秘教 我们在讲的时候不特定去讲哪一个教派 可是我们就会发现 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 像不管是末日邪教或自杀邪教 他的那个教会形成呢 其实第一个 他一定会有一个教主 那这个教主呢 其实通常都是非常能言善道的 外表不一定长得很俊美 可是他就是会有一种很迷人的 然后就是让大家会不自觉的去 去崇拜他相信他的那种美丽 然后这个教主呢 他可能就是常常会以 不管他是用引用圣经 或者是引用那个西伯来文的圣经 或者是其他像那个伊斯兰教 或者是其他有太教教派的经典 可是他也很厉害的是 他不会如实的去运用那样子的经典解说 而是他会从经典中截取出 他想要表达 他想要传达的片段讯息 然后去把他冠上自己的权势 因此就这样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教派出来 所以比方说像其中有一个末日邪教 他就要告诉他的信徒说 末日要来了 那怎么办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那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呢 我们就是要舍弃那个我们的身体 因为身体是只是承载灵魂的一个容器而已 那只有当你能够舍弃这个容器的时候 那这样你才能够飞升到一个更高远的地方 那其实像有些鼓吹自杀的邪教 他也是利用这种相同的概念 那只是那个末日教派 他就更强调末日快来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照着我所说的来做 那自杀邪教里头 他可能不会告诉你说 末日这么样的迫近 可是呢 同样的我们要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 一个更高的境界 所以我们同样是要舍弃我们的那个身体 那就是那种舍弃自己身体的方式 如果是非常崇敬那个教主的一些核心教徒呢 他们可能就会非常认同 就是我要结束我自己的性命 那可是对于可能没有这么相信 然后就是有一点性又有一点不幸的那个信徒来讲呢 那当然就是教主非常理解 这些人有点犹豫有离的那个态度 所以他们就会利用核心干部来做一点训练 比方说在作者提到的那个教派里头呢 他就会跟那个信徒说 为了我们能够那个 舍弃我们自己的身体 然后到更高的境界 所以我们要练习 因为大家可能会对于死亡还是有恐惧 他就说我们来练习 那他其实就是分发给每个人是一个甜的饮料 他就说这只是那个就是一般饮料 那我们就是练习就把它当作像一般饮料 这样子喝下去 然后也不会有事 因为前几次都是练习 所以等到真正有一天那个教主决定 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呢 他也不会跟教主说 今天是我们要自杀的日子 他就一样就是发那些饮料下去 然后说 我们今天还是要进行那个演练 那不知情的教主 其实就在这样的状况下 然后喝下了 就是已经被那个教主跟干部 都已经掺入毒品的饮料 那就是等到警方查到 他们聚集的地方的时候 其实可能往往都已经来不及了 其实在历史上就是有不少 有留下各种资料跟记录的 像这样子的写教 对那其实像韩国的这个写教 他其实也是 然后包括其实中国以前出现的 像太平天国啊 或是义和团啊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教主 会禁止教众就是成立家庭 或是有家庭的人 还是要男女分居 然后父母跟小孩分居 然后他们要那个 个别的那个训练什么的 可是教主自己本身 却可以坐有那个 后宫三千家里 那像这样的模式 其实就是一再的出现 可是就是还是会有 不同的追随着 追随着像这样子的那种 所谓宗教领袖 其实除了这些之外 那还有比方说 像西班牙裁判所 这个他其实在中世纪在欧洲 是一个很势力庞大的机构 然后他们在审判人的时候 其实都不会以真面目视人 很多电影里头 其实就也有出现 那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 影像或者故事 他们可能会穿戴的 那个斗篷 然后戴着面具 然后就就在一个秘密的地方 开庭审判 他们想要审判的那个犯人 可是实际上常常就是 演变私下行星 而且因为他们隐秘的身份 所以像那时候的人会觉得 搞不好 那个你家邻居就是 在审判你的人 就是造成那种人心惶惶 然后各种的不信任 可是他们就是因为 有政府在后面撑腰 所以其实整个势力 是非常庞大的 那讲了这么多 就是听起来非常恐怖 然后又喜欢那个取人性命的 那个宗教或者是组织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 其实是真的比较具有正向性的 然后说像我们 就是现在会流传说 有一些属于天才的学者 纽顿 爱因斯坦等等 他们可能是隶属于什么 西安会 然后甚至像这个 也被写入丹布朗的 那个小说当中 那这些现代还存在的教派呢 当然相对来讲 因为他们采取的 那个保密程度就更高 所以对于不相干的人 其实就很难一亏 他的真面目是什么 那甚至作者 他其实有明察暗访到 现在全世界呢 各国可能是政治上的领袖 也可能是企业上的领袖 甚至也可能就是 那个非常精英的 那个知识分子 他们仍然每年 都会有一个固定的集会 那他们固定的集会呢 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 有点像什么学术会议之类 可是其实往往 他们的集会当中 都带有某个目的性 而且可能其中一个人 两个人说的话 就整个足以影响 世界大事的改变或发展 那像这样子的秘密集会 跟邪恶教派呢 其实就是一直存在 在人类社会当中 那至于我们 能不能就是 思路清楚 然后能够看清楚 那个宗教的本质 甚至其实不要在你 真的感觉到心灵空虚的时候 去任意 任意相信其他人的 的说法 因为其实 就是在这本书里头 看到的这几个例子 他们一开始 真的都是提供 非常让人觉得 窝心的那种情感支持 他们也很讲究 就是团体的行动 所以你加入那个团体呢 如果你遇到困恶啊 如果你遇到 什么样的突发状况啊 或者是你需要任何支援 那你会发现 好像真的其他人 都会非常热心的 来给你支持 可是等到你真的 进入他们的团体之后呢 那接下来 会见就是面对到 有很明显 或者是不很明显的 那种行动自由的线索 对 那到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就应该要 更有敬决心 对 那甚至上 其实有些家属知道说 他们的家人朋友 参加了这样子的 那个脚派 也会试图想要去 再把他们拉出来 那当然有时候成功 有时候不成功 那如果不成功的时候 其实就往往会面对 他们就会失去 这个家人或朋友的 这样子的结果 整本书其实就是 读起来 像是阅读非常多 神奇 甚至可以说 是传奇的故事 对 可是在人类历史上 他们就的确是 实实在在存在的 一些那个组织 好 谢谢王华 我们介绍这本新书 帮助